下属游乐场将建设大型壁画 现面向社会全面甄选壁画家 佑胜者奖金十万 太好了 赶紧打电话告诉哥哥 赶紧告诉哥 等我把这一切搞定了以后 再给他一个惊喜 是可惜吗 可是 为什么会这么像呢 谁 盈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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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兴 可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怎么会这么下呢 就拿这张 反正哥已经送给我了 好 那你把你的计划书 和合同传过来 我收到给你打电话 就这样 进来 总经理 这次参加地方甄选的作品 真是不爽 我们仔细地筛选了一下 请您公布一下 负责 真的 怎么会这么像的 像谁 我是说 这些作品都不错 尤其是这幅 能不能把这幅作者的资料 调给我 我想 就定它了 好 马上请取负 喂 许直昊是我哥 什么 他中选了 好好好 一定要让他本人来吗 可是他人没在这儿 我替他来可以吗 好好好 我马上就来 一峰啊 今天有周年庆典活动 你还记得吗 还有许多记者要来 不要迟到了 对了 顺便还要宣布一下 你订婚的事 我知道了 你放心吧 嗯 来 是不是得很久了 还好吧 哥 你没有听说 これ要招募画家 就在那边 大墙上 要画一幅巨型的壁画 壁画 我没听说过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你会报名三家吗 你怎么会突然 问这个问题呀 我告诉你 这件事是真的 并且我已经替你报名了 他们选上了你 怎么样 高兴吧 你想啊 以后来这里玩的人 看到你的壁画以后 都可以感觉到幸福的模样 如果顺利的话 这家公司还可以全力地支持你 以你的名义举办画展 你说 这多好 哥 你有没有听我在讲啊 我不想做 你说什么呢 我没听错吧 我不会 你是不是开心磕头了 还是哪里不舒服啊 小新 这本来是我自己的事 还让你到处奔波的 拜托 那大男子主义又来了 不是 男主外 女主内 本来外面的事情就应该男的管 况且是我自己的事 这现在 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了 你想啊 如果壁画完成了 你就出名了 到时候会赚好多好多的钱 这样 我们就能有钱结婚了 再说一次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谁会以这种事开玩笑 你 你 我要结婚了 哥 你答不答应啊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不嫁给你了 哎哎哎哎 我答应 答应 一千个一万个我都答应 走 我带你去看看那儿 好 可心 这里将会画上一幅 代表幸福的笔画 是我送给你的 最后一份礼物 今天 我就要和天丽订婚了 希望你不会怪我 可心 我好想你 如果能再见你一面 我就心满意足了 画什么呢 这给你自己想啊 走吧 怎么回事 我把我换情绪 可心 可心 可欣 可欣 先生 你要干吗 可欣 我又抓到你了 我不会放手的 我一定不会放手的 可欣 放开我 可欣 可欣 你真的是可欣 一定伤心 伤心可怜我 因为你回到我身边 可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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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放开我 我是一风啊 我是一风 你放开我 我是一风啊 你放开我 我是一风元少 咱们走 走 慢点 走 放开我 那是可欣了 放开我 哥 哥 痛了 你没事吧 为什么要跑啊 那个人说他认识我 会不会是我从前认识的人啊 哥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你被受伤了呀 说不定 我能够找回从前的记忆呢 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难道你还让我再说一次吗 你是我爸爸朋友的女儿 你们家被烧了 是我爸救了你 难道你就是不相信我说的话吗 我没不相信啊 不是什么呀 你还想确认什么 你根本就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哥 行了 对 我是个大骗子 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现在马上就走 你去听听别人怎么说就好了 哥 可欣 先生 我不叫可欣 我叫陈隐欣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不 你叫超可欣 你是超可欣 我是义风 你不记得我了吗 可欣 我不认识你 你认错人了 可欣 你不认识你 你不认识我 哥 你不能这样 你认识你 哥 你不认识我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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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让范一芬看你了 你不能这样 什么嘛 你不认识你 你为什么要躲我可欣 你放开我 我不是可欣 你看看这个 这个照片是我给你拍的 里边那个人是不是你 还有那房子 我们在那一起洗洗过 一起捡过贝壳 一起玩过游戏 还有那个钢琴 这些你都忘了吗 对了 你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 先生 你认错人了 我没有认错人 你就是乔可欣 你最喜欢玩选举木马 我还笑你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你都忘了吗 够了 你弄错了 可欣 站住 你也记得这个吗 在我出国之前你我各有一条 还说等我回来以后 要在选举木马那儿见面呢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我叫陈颖欣 你认错人了 我没认错人 你就是乔可欣 你就是乔可欣 你放开我 你就是乔可欣 有色狼啊 非礼啊 那个人是色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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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他 找留门的事 怎么着 谁说姨子 你们搞错了 好啊 是灶 Games 你还一定会逃避 来 不要 会说服 puts 我 Need 我 三十戒上一 真的 太小不起了 嗯 新到的货来了 要不要看看 好 走 走 范一峰 你真的要让我这么难堪吗 妈 天琳 别着急 也许是堵车 一会儿就到了 我看不像 今天可是他们订婚 董事长时间到了 知道了 那就赶紧宣布吧 可这一峰还没到啊 就是 再等等我 这孩子是怎么搞的 天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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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怎么那么不乐的 没有啊 还想骗我 我跟你说 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醉管用 我发现一家不错的路边单 那儿的馄饨 真的很好吃 行了吧 这刚几点啊 生意怎么办 就准吃 我叫隔壁大姐给咱看着呢 没事了 走 哎 我有一件事我都跟你说 房东 他又要卖掉店面了 什么 他又要把店给卖掉啊 是啊 他看咱店生意好 所以老是想把它给卖出去 可是他把店卖了 我们的生意怎么做呀 我心里也没底啊 赵姬不是办法 好好想想 看看 怎么有别的办法了 对 走一步算一步了 走 行 咱吃饭去 走走走走 走了 大姐 这店你帮我看着啊 好嘞 谢谢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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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都是我害的 没事 也是我自己不小心 冰一会儿就好了 希望能早点好吧 哥 你知道今天那个男的 是把我当成她以前深爱过的一个女人 所以才会这样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她一直管我叫可欣 然后呢 哪还有什么然后啊 我跟她说我不叫曹可欣 我叫陈颖欣 就这样啊 你又不是小孩子 第一次见面 就把名字告诉陌生人了 哎呀我是想让她知道她自己弄错了 好让她别再跟来了 哎 你怎么了 那好吧 那你去求证清楚 看我有没有骗你 我又没说你骗我 哥我相信你 可是我相信你 不代表我不想寻回我以前的记忆 我现在 连我父母亲长什么样子我都记不起来了 我想给他们画一幅画 我都没法画 你能了解这种感受吗 那个爸 你怎么可能还没山沙 可能您有什么?- 多少钱 那么那是将职业的 hopefully 非常好